陆军官址部一顶自制的纪念帽遭到批评 说上头国旗的颜色被改为是绿色的 不少蓝营立委就发文 质疑说难道这是为了迎合执政党吗 对此陆军第六军团澄清说 当时是采用低适度的设计 强调绝对没有政治上的考量 军事专家也强调说 这种配色相当常见 就连中共解放军也有类似的设计 是为了增加在战场上的隐蔽性 没必要大作文章 热鸭舌帽搭配虎啸部队专属logo 这是国军官渡指挥部 推出的休闲纪念帽 但仔细一看侧边的国旗颜色 似乎不太对劲 青天白日满地红变成了迎变绿色国旗 蛮不习惯的啊 因为配色来说我们的青天白日满地红 就不像是这样子了 还是黄色会比较符合以前的想法 可是他不是说为了降低可视度 就他说了算 国旗变了色 普遍民众都认为不太习惯 前立委蔡正元也发文很酸 难道国军还得迎合执政党 遭之以违反行政中立 陆军第六军团紧急澄清 帽子是在三年前制作的 采地湿度概念设计 绝对没有政治考量 各个国家的武装部队都会采用这种称之为低可视度的国旗塗装 利用色差的效果在热尸镜上面就会形成类似树叶的这种光影效应来增加隐蔽性 绿国旗设计全是为了增加隐蔽效果 这是国民党立委依旧不买单 王鸿威又在发文质疑 说是低视度为何对灰却用彩色 而且实际对比其他部队 则是整顶帽子都是全绿配色 军事专家强调 深绿色国旗和涂装早已行之有年 就连共军也有相同设计 一顶休闲帽意外掀起 两派认战 解采从肖瑞生台北报道